本报记者刘新王看判,国务军新闻半十八日发表新疆的反恐,趋及段话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,引发外媒关注。 法新社十八日称,中国通过该白皮书反进外界,对新疆反恐措施,特别是势力教培中心的指责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文,十八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,白皮书中提到的很多数据之前都没有太多报道,是因为新疆当地政府,不想为恐怖主义做宣传。 而在白皮书中披露这些细节,是想让世界了解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真实情况,让世界客观地了解中国在去极端化方面的努力。 白皮书过一点万余字,除了前沿和结束语外,共分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恐怖主义,极端主义在新疆有来。 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行为严重践踏人权,以把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,坚持把预防性反恐放在第一位,探索出反恐,去极端化的友谊经验,积极参与反恐国际交流与合作七个部分。 白皮书说,一段时间以来,中国新疆地区身受民族分裂势力,宗教极端势力,暴力恐怖势力的叠加影响,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,至不完全统计,自1990年至2016年底,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,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件,对各族人民生命台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,严重践踏了人类尊严。 白皮书披露,自2014年以来,新疆打掉暴恐团伙,1588个,抓获暴恐人员,12995元,缴获爆炸装置2052枚,查处非法宗教活动4858起,涉及30645元,收缴非法宗教宣传品,345229件。 俄罗斯卫星网18日抽,白皮书强调,中国新疆的反恐怖主义,和具极端化斗争,是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,完全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,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。 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,民族融合形成的,不是突厥人后裔,路透社18日关注到白皮书中的这句话。 报道称,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,唯一经常对新疆状况表达关切的国家,但其说法遭到北京方面驳斥。 李伟师8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,预防性反恐是国际反恐工作的难点,任何事后惩罚,都没法挽回民众的生命财产所失。 恐怖主义,往往是以极端主义鼓动民众,或者通过宗教认同,民族认同等山洞青善年参与恐怖活动,像刚刚发生在新西兰的枪击事件,就是受种族主义影响。 西方已经认识到预防性反恐的重要性,也试图通过立法等方式去解决,但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。 白皮书指出,目前,新疆已连续两年多被发生暴力恐怖案件,包括被安案件,公共安全事件在内的刑事案件,治安案件大幅下降。 李伟说,这证明,新疆的反恐和区极端话措施成效显著,这可以万全球打击恐怖主,亦提供经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